我們開始,歡迎大家參加今晚FIRM Part 2 Demo Lecture & Information Seminar 我是Captain FIRM Trainer,我叫 Kenneth Leung 先講講講自己的背景,介紹一下自己 我在這裡是兼職教,我正職都是在銀行做 risk management 做了十六年 主要都是銀行做,以前做過Marker Risk Head 也是在本公司做過,做過chip risk officer FIRM基本上是2002年的時候拿了 Captain FIRM 2001,Captain FIRM 2002 然後2003年就拿了ACCA Captain我應該是2007年開始教,大約是十年 大約教了這麼多個HRES 我有幾個Master Degree Risputing Science,Financial Engine Steps,和Computing 講講今天安排的Gender 今天其實會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由我負責 主要是講講一些基本FIRM的課程 它有什麼獨特性 接著會講一個Demo Lectures 這個Demo Lectures 不是說想教些什麼 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都是主要Demo Lecture 一下我們上課的形式是怎樣的 讓你感覺一下 我們今天選擇了一個項目 就是Captain and Counterpartic Risk 然後第二部分 一會兒會有我的同事Christy 主要會講一下Captain 有什麼的Solution 可以幫你們去考試FIRM的考試 完了之後呢 有Q&A的Session 我和Christy都在 有什麼問題可以到時我們回答 OK 先講FIRM的課程 以及它的讀特性 首先呢 講一下怎樣可以變成FIRM 或者拿到Destination 其實就有兩個requirements 第一個就是Examination 基本上呢 就現在分為Part1和Part2 很久之前 2009之前就只有一個C 即是分開了 OK 那你就分開了這兩部分的考試 那你就 你如果是要考Part2呢 你有兩個方法 就是Part1和Part2一起考 因為你是分開了Part1之後 再考Part2 OK 那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Part1和Part2 同一次過考的時候呢 它首先會記錄你Part1的考試試卷的 那你Part1分開了 然後呢 它才開始改你的Part2的試卷 那如果你Part1是fail了 其實它不會改你的Part2的 OK 那你Part1 fail了 基本上你Part2都是fail的 如果一起考 OK 那如果你考了Part1先 Pass了 你考了Part2 你留意有個時間限制 那個時間限制 就是四年 即你Pass了Part1之後呢 你必須四年之內 Pass了Part2 OK 那如果不就 又要重頭考個Part1的了 OK 那你留意一下 那當你完成了兩部分的考試 那你還需要有相關的Working Experience 那你才可以拿到一個Firm的Destination 那這個Experience 要求呢 就要兩年Related的Experience OK 那Related的意思呢 就是說 你不一定是 要在Wisp Management的Department 做 或者你的Title 要有Wisp Manager 那是看你的Job Duties OK 那如果你的Job Duties 裏面 有Wisp Management 的成份 那他都會計算的 其實就不是說很嚴格的 OK 那到時你考完試 你有Experience 他會叫你 Submit CV 上去 那然後呢 Based CV 呢 就是 Determinate 你有沒有足夠的Experience OK 那這些Experience 就沒有限制你 即是說要考試之後 才計算 就沒有的 總之在你的 whole life 裏面 任何時間有兩年 Rate of Experience 都可以的 即是你可能考試之前 已經有了 那都OK的 或者你在考的時候 去accumulate experience 都可以 OK 但你留意 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你Passed the exam 之後 都有一個時間限制 即是說 Passed the exam 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Experience 你就需要五年之內 就是 拿到相關這兩年 Experience 如果沒有 可能會是 有更多考試 OK OK 好 那跟著呢 就講講 考試的 topics 那 我都集中講講 Part 2的考試 Part 2基本上 五個topics 那 如果你有一個Part 1 你知道 主要的Financial Risk 我們有三種 就是Market Credit and Operational Risk 那 Credit Risk 我們今天會講講一點 那每個就佔25% OK 其實如果你有銀行做開 你都會知道 譬如 我們要計算一些 Risk Capital 其實都是就著Market Credit Operational Risk 要計算到Capital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Risk 來的 那 這三個topic 它的focus 是比較 是一些叫做 Commercial Bank的角度 的 那 我們FLM 就是講 就是 不僅是說 那些 即我們在講 Financial Institution 如何去處理它們的Risk 那些Financial Institution 不是就是Commercial Bank 還有其他 包括什麼呢 譬如一些 基金公司 保險公司 那些公司 其實他們 是比較 投資成份多的 那基金本人知道 你買了基金 他就拿你的錢去投資 那保險公司 其實他收了你的保費之後 其實他都會拿去投資 那所以這些公司 是 跟Investment 相關的 是比較多的 那 所以他們的風險 可能和一般Commercial Bank 可能是 以做全本貸款為主 都 那個業務 會有些不同 那所以他有特別的 topic 在這裏 就 Risk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是專門講這些 以投資為主的公司 那個風險的情況 那最後 part 2 有個叫 Currents的 issue in Financial Markets 那這個 佔10% 那這個主要就是 他拿回最近 和Risk相關的 一些 research report 或者articles 作為考試的範圍 那麼 這個topic的特性 就是基本上 就是每年 這些資料都轉過一次的 那 如果你 上年 考了 Hask 那你今天這個topic 這些資料都轉過了 OK 那這個 就少一些 比例 10% OK 這裏是part 1、part 2的 Sillipus 的比對 這個不說太多了 主要你留意 part 1、part 2的 考試形式 都是一個 multiple choice 的question 來的 OK 對不起 今天節筆有些問題 OK 但是 part 1 就有100個MC 那part 2 就是80條 那為什麼part 2少些 稍後我們來講一講 因為它part 2 那個 考的內容 有少少不同的 OK 那 part 1的考試 它比較 是 集中一些 就是基本的 一些concept 會講一些 有什麼financial instrument 譬如一些 financial institution 常用的 譬如一些bond 一些swap futures等等 有什麼financial market 一些basic的financial theory concept 譬如Cameron theory 也都講一些 基本的risk management 的tools 譬如Valive risk 那基本上 就考你 是否掌握到 這些tools 是如何用法 或者是明不明白 這些tools 所以它在考你 明白基本的concept 那part 2 當你的concept 已經解釋了 就考你如何應用 的 所以如何 implement這些 risk的tools 的時候 遇到的issues OK 那所以 通常在part 2 的問題 有些像case study 那樣的 那即是它會 假設譬如你是一個 triversk officer 或一個銀行 那你的銀行 有什麼特點呢 可能是集中 在一些retail 的loans 或者 whatever 那它就說 你最近有什麼市場 的情況發生 譬如人民幣 它跌了很多 那便會問你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你有什麼issues 遇到 你如何解決它 那所以part 2 的question 好像見到 都是比較像mini 的case study 那樣 一篇文說一下 這些情況 那其實你需要花時間 去看這篇文 所以它就預了一些時間 給你的 那所以 同樣四個小時 它只需要 你答八十條question 應該是三分鐘一條 的 那part 1 你們四個小時 答一百條 MC 兩分多鐘 那所以 part 2 時間會多些 因為有個case 你要看一看 那另外一個 你們可能比較 關注一些 就是passing rate 那在part 1 的passing rate 大約是四十多 那part 2 一般都是五十多 那這個其實 這個passing rate 都挺steady 那理論上 FROM的passing mark 應該是line curve 那所以 就沒有說 一個固定的passing mark 看看當年那個candidate的表現 OK 那最後一個 那些exempt fee 的information 就是 給你講一下 你參與考試的費用 怎樣 那這裡它是假設 你已經考了part 1 的了 那所以你在part 1的時候 已經enroll了 到F1 program 所以這個enrollment fee 就不需要付了 那然後呢 你要付個exempt fee depends on 你什麼時候報 那最便宜就是 7月底之前 就是350塊 那樣 OK 因為你越遲報 就越貴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決定買 夾了一套書 來prepare for exam 那就要付300塊 夾買這套書 OK 那所以最便宜的時候 就是說你 你只是付exempt fee 那你連書都不買 你可能自己的library借書 那你的費用 就只是付350塊 exempt fee OK 那如果是假設 你是最遲報 要付650塊的exempt fee 最遲都不可以超過10月15日 那然後再買夾的那套書 那加上就是950塊美金 那這樣 OK 那這就是for information OK 好 那跟著呢 我們就開了一些demo lectures 那今天我們選了一個topic 就是關於credit 和counterparted risk 那這樣 那credit risk 是說什麼的risk 那基本上呢 我們在financial market 做了transactions 我們都有一些交易對手 那這些交易對手呢 對我們都會有一些obligations 有一些義務 那舉例 譬如你買了匯豐發行的債券 給我 那你的交易對手就是匯豐 那匯豐就有一些義務給你的 包括就是按時他給債券的利息 以及到期給債券的本金給你 那當然啦 如果將來匯豐呢 譬如說他破產 或者他經營不善 可能他沒有錢 給利息和本金你有損失呢 這些我們屬於他理合不到的責任 OK 那由於理合不到責任 我們有損失呢 我們這些呢 就通常呢 就是統歸叫做credit risk 那credit risk其實都有很多類的 有些呢 就直接呢 原本要給錢我們 那他就給不到的 那我們都叫做一個default risk 那有時候呢 就是未到給錢的時候 但是有一些他的credit event 或者他的credit rating and change 轉變的出現呢 都會導致我們損失的 譬如你買了一個債券 他原本是兩個A的rating 那現在是突然間被人downgrade 到三個B 那後果呢 就是你的債券的價錢呢 就會跌很多了 是不是 那你都會有損失在這裏 OK 那我們買什麼的instrument 會有些credit risk呢 那剛才說過 我們買一些債券 或者借錢給人 包括借錢給一些國家 就是政府 或者借給公司也好 那對方default 我們會有損失 是不是 那另外呢 還有時呢 有些credit derivatives 那有很多重的 那我們舉例呢 還叫做credit default swap 那我叫做cds 那應該怎樣呢 譬如我們有個party A 那A呢 他就買了匯豐的債券 那A就定期收到匯豐 給他的利息和本金 到期 是不是 那他面對credit risk 就是說如果匯豐default 他就有損失 是不是 那A怎樣呢 那A就會找另一個人 叫B 那他們就做一個cds的交易 那交易是怎樣呢 那A呢 定期呢 就是譬如吧 給5個percent的利息 啊 給B off到債券 下的價值 那由B呢 就給回一個protection A的 那就是說呢 啊 他會compensate 如果呢 啊 匯豐是default的 OK 那當然啦 你心水清呢 就會知道呢 其實這個呢 就好像保險 那樣的 就是呢 A定期給5個percent 保費 B 那B就保障 A 就是說如果他買這個匯豐債券 有default B就會賠回給A 的 OK 那 在藍色的部分 就是我說這個credit default swap 的交易 那你要留意呢 就是說呢 我們呢 如果從B的角度來看 B呢 原本呢 就沒有任何credit risk from匯豐的 但是他跟A 做了這個credit default swap 的時候呢 如果現在匯豐default 呢 B是負責要賠回給A的嘛 那所以現在B呢 由於做了這個credit default swap 他就take credit risk from匯豐的 OK 那所以有時候 我們不一定買債券 譬如說 好像這個case B做了這個cds的交易呢 他也會take credit risk 所以這些credit derivatives呢 也是一個credit risk的來源 OK 那 那 那 next question呢 我們就可能想考慮一下 那我們 譬如 就是想有個賣了債券 或者交易對手 我想知道credit risk有幾大 那我們就有時候呢 可以用一些簡單的financial ratio去看 看那個交易對手的capital structure 那這個呢 這個呢 主要呢就是start from 我們一些基本的accounting的browship 那你知道最基本的 那個會計的browship的情況呢 就是 sorry啊 那就是那個assets呢 是等於呢 是等於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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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ing 那意思是什麽呢,譬如你那間公司買了10元的資產, Capital就是股東出的資金,譬如股東出了2元, 股東出了2元給公司,那公司為什麽可以買到10元的資產呢? 那很明顯就是公司自己借8元回來,是嗎? 那所以它的利益是8元,ok? 那這個基本就是,asset等於Capital的利益的意思。 那我們用這個Capital Structure, 基本上就是可以計一些所謂financial的ratials, 去看一下它的credit risk的情況。 那其中我們一個會常計的就是equity的ratials, 那equity ratio就是equity除assets, equity就是我們上面的capital, 那它有事不同名的,這個也有事叫equity。 那在我們這個例子, the equity ratio,equity就是2元, asset就是10元, 那所以我們如果計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2 over 10, 那所以這個呢就是0.2的,ok? 那另外呢,我們也可以另外計一個ratials, 叫做leverage ratio, 那這個就調轉, 就是assets除equity, 那所以這個呢就是大約呢就是, 10除2, 那所以這個大約是5倍這樣,ok? 那如果, say現在它的capital不是2元, 那就是譬如說呢, 那capital呢只是得1元這樣, 那它要買10元的資產, 但是股東只要出1元嘛, 那就是它現在只有9元才夠, 那所以它現在重新再計ratials呢, 那個equity ratio呢, 就變成了equity的1元, assets就是10元, 是不是? 那所以這個呢只有0.1, 那然後那個leverage ratio呢就是10除1, 是不是? 在這個情況下, 那這個呢就變成了, 10倍這樣,ok? 那你會見到呢, 其實我們怎樣是credit risk越大呢? 那當然啦, 通常, 如果同樣的資產, 那我們的負債越高呢, 那我們還到錢的能力就越少了, 是不是? 就是欠人的錢越多, 你的還錢能力就越少, 你的credit risk就越大, 那所以在我們這個例子呢, 如果我們的liability是增加了的, 那我們見到呢, 我們計出來這個equity ratio呢就會減少, ok? 然後呢, 這個leverage ratio會增加的, 那所以這個ratial減少, 或者多個ratial的增加呢, 其實呢, 就是代表呢, 我們的credit risk呢, 會是上升的, ok? 因為他們都是代表負債相對增加, 那所以如果這個ratial呢, 是下降, 或者這個ratial的上升呢, 它兩者都在代表著呢, 那個credit risk呢, 那個credit risk呢, ok? 是會增加著的, ok? 所以一個簡單的, 我們看一下那個credit risk有多大呢, 我們會計一下這些ratial, 或者看一下它over time change, 就知道credit risk是增加還是減少了, ok? 那那除了看這個capital structure, 我們會知道呢, 就是它的credit risk有多大之外呢, 那我們另一個, 也都會看一下我們買回來的instrument呢, 多個的seniority是多少, 那seniority manager 呢, 就是說, 當間公司呢, 如果到時, 譬如破產還不到錢呢, 那怎樣做法呢? 就是一個清盤官, 或者破產官, 就會是, 將這間公司剩下的資產, 就賣掉它, 就變回那些錢, 那拿了錢之後呢, 他就有一個, 次序呢, 去將那些錢, 還回給他的債權人, 那通常呢, 他賣到的錢, 一定呢, 首先呢, 給回清盤官, 作為他的費用, 然後呢, 就會還回給政府先的, 就是有時候他都會欠政府錢的嘛, 那再之後呢, 就還回給其他債權人了, 那譬如有時候呢, 每個公司發完了債券, 或者債券都好, 有時候呢, 這些債券就會分, senior, 或者是, subordinate 的債券, 那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 拒破產, 剛才說的錢還給政府和千本官之後, 還有錢證呢, 他會先還給那些 senior 的 debt holder, 還完之後再有錢證呢, 才做 subordinate 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買了 senior 的 debt 或你家公司呢, 其實你的 credit risk 呢, 是相對於小於 subordinate debt 的 holder 的, 因為他破產的時候呢, 你會先收錢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 credit risk 就會小一點, ok? 所以這個所謂的 debt seniority, 會是其中一個影響 credit risk 的一個元素, ok? 那另外呢, 你也會看看我們借出去的 debt 是 一些 securited 還是 unsecured 的 obligations, 那 securited 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有個資產呢, 作為一個抵押品的, 那如果他是破產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優先呢, 就是把資產賣了, 先還給你先, ok? 那如果你是一個 unsecured obligation 呢, 那呢, 就沒有任何資產賣了給你錢了, 那就是說呢, 剛才說的, 把所有資產賣了, 但是有錢證呢, 就平均分給所有的債券人, 即是你只是一個 general claims, 即是你那個優先次序跟其他人一樣, ok?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現在呢, 就是有一個公司, A, 那它呢, 有三個 creditors的, 那這個三個 creditors呢, 我就叫它, A,B,C這樣, A,B, B, 那呢, 現在公司欠這三個人呢, 每個人都欠他四十塊錢, ok? 然後呢, 這間公司呢, 就是有三筆資產的, 你當它是三棟樓, whatever, 什麼都好, 就是X, Y, 和Z, 這樣, ok? 那, X,Y,Z的價值是多少呢? X就是二十塊, Y就是三十, 那, Z就是四十, ok? 那, 如果是unsecure application的情況, 我們現在先從, 譬如說是, A, 這個債權人的角度去看, 如果unsecure application的角度, A, 是沒有任何特別的資產, 去backup他這個obligations, 那, 所以當這間公司破產呢, 他就將他X,Y,Z的資產賣光, 然後按比例呢, 分回給A,B,C三個債權人的, 那, X,Y,Z, 各自價值是二十,三十,四十, 所以他賣到的錢呢, 就是二十元,加三十元, 再除回三, 每人佔的份額都是四十元, 每人都佔三分之一, 合到一個total的deft, 對不對? 那,所以除了三, 那, 那,他就會收到三十元的錢, 那, 由於A, 他原本的公司欠了A四十元的嘛, 那, 那, 現在你賣完資產評分之後, 他只要拿回三十元, 對不對? 那,所以他是選出了十元的, OK? 那, 如果他是secured, 又怎樣呢? 那, secured, 我們假設, 就是說, X, X,Y,Z裡面, 譬如舉例, 其中Z這個assets, 是抵押了A, 作為抵押品的collectual, OK? 那,對A來說是secured applications, 那, 所以, 現在在公司破產的情況, 我會首先將Z這個資產賣出去, 賣到的錢是, 只是還給A, 有剩下的, 再還給B和C, 那, 所以將Z資產還出去, 就是賣出去收到四十元, 那, 剛剛還了A, 只欠他四十元的, 那, 所以現在A, 就沒有任何loss, OK? 就不會有loss了, OK? 這樣, OK? 所以我們就會清楚看得出, 那,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 一個secured application, 譬如對A來說, 我們將Z的資產, 作為它的抵押品, 那, 如果是到時的時候發生, 你見到它發生的損失, 是小時候, 是沒有任何抵押品, unsecured application, 的, OK? 所以, 相對來說, secured application, 它的credit risk, 就會是小一點的, OK? 那, 這是它的原因, OK? 因為這筆今天, 不是很活動,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其實都是主要展示, 我們平時上課的情況而已, OK? 就是我們的形式, 就會是這樣, OK?